這個劇情 會給你 好萊塢巨星基努里維 在電影中飾演終極殺手 鮮明角色令人印象深刻 不過他其實還有另一個身份 放下屠刀拿起貝斯 基努里維重新加入另類搖滾樂團Dogstar 在加州當地27日 睽違21年回到音樂節舞台上 很久了 我們很幸運 我們今天跟你們分享 多年來首次合體 主唱台上感性發言 基努里維事後受訪也表示 非常想念一起演出的日子 過去修團多年剛好碰到疫情 才有機會一起創作 而Dogstar也在去年7月 首次開了Instagram帳號 偷出合照宣告回歸 你在做什麼 反映 你好 你好 祝福 愛 看得出來團員之間感情相當融洽 不過雖然難得重溫舊夢 近期電影公司透露 撼文任務即將要開拍續集 基努里維行程滿檔 《Ballerina》是第一次發展的 新年代表演出的第一次 我們在三個發展 包括John Wick 5 世界背後 有些其他人的現象 我覺得人們很愛角色 消息曝光引起一迷议论 上一集三月才刚刚上映 捍卫任务宇宙持续发展当中 而想必不管是玩音乐 还是当复仇杀手 激怒李维的粉丝们都会持续商挺 三零新闻 林安汉报道